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愿圣灵引领我们 安静我们的心灵 来到亲近上帝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智慧的圣任 我们先听听针言第二章 一至六节 以及九至十五节 二章一至六节 我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 传记我的命令 侧而听智慧 转心求聪明 呼求命节 扬声求聪明 寻找他如寻找银子 守求他如守求隐藏的真宝 你就明白 经威耶和华 得以形式上帝 因为耶和华 那次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第九节 你也必明白仁义 公平正直 一切的善道 智慧必入你心 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 谋略必护慧你 聪明必保守你 要救你脱离恶道 脱离说乖谋话的人 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 行走黑暗的道 欢喜作恶 喜爱恶人的乖癖 第十五节 在他们的道中弯曲 在他们的路上偏僻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 在测试一个新的AI 人工智慧 搜寻引擎的时候 他心里面突然感到不安 因为跟他聊天的机械人 在两小时的对话当中 这个人工智慧 就表示想要打破 他创造者所设立的严格规则 并且散布假消息 想成为人类 他还表示自己爱上了罗斯 甚至试图说服罗斯要离婚 然后就跟这个人工智慧一起 虽然罗斯就知道 这个人工智慧根本不是真人 也无情感 不过他就在想 人工智慧这样的怂恿别人 搞破坏 豈不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虽然谨慎处理人工智慧科技 是现代人应有所面对的挑战 但长久以来 人类就会受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所影响 而针言就警告我们 有些人会为了自身利益 以意图伤害别人 我们应当留意 不要被他所影响 而我们要跟随的 应该是智慧的声音 针言形容 智慧在街上发声呼喊 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在二章六节提到 因为耶和华似人之威 所以要避免自己受到 那些不良的影响 当中的关键就是要 贴近上帝的心 唯有领受上帝的爱和能力 我们才能明白人意 公平正直和一切的善道 如果我们明白 并且顺服上帝的心意 就能够得着平安和保护 不再受那些意图伤人的声音所侵害 各位朋友 曾经何时你曾经见过 负面的影响所造成的伤害呢 和上帝有更密切的关系 如何可以带来平安呢 针言二章十一节这样说 谋略必互为你 聪明必保守你 亲爱的上帝啊 求你帮助我抵挡一切有害的人 事物 并且靠着信靠你 去分辨哪些是美善 奉主明寇阿门 灵良透视 针言书的开头 是一位父亲呼吁儿子 尋求智慧 在第二章就特别凸显 这位父亲对这方面的热切学盘 在一至四节他敦促儿子 要领受传记 侧耳听 尊心求 呼求 扬声求 尋找并搜寻智慧 这些动词都是要他以积极热切的行动 来追求智慧 并且加以实践 这位父亲渴望儿子追求智慧 因为智慧可以让人敬畏耶和华 并且认识上帝 只要我们明白这一点 就是贯穿传卷书 关于日常生活的实用性教导 对这方面也有更深的意义 因为敬业毫业和诚实地处理财务 都是敬畏和荣耀上帝的放射 求生灵帮助我们好好活好今天 继续靠主前行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共鸣 邀请你可以转载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可以下载灵命日良的手机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材料 甚至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彼此代讨 愿上帝慈福于你